为了让北海岸民众在桑葬事宜上能够就近处理 市府殡葬处在去年的8月 在金山纳谷塔的地下一楼增设了殡葬礼厅 启用到现在将近8个月了 却只使用过一次而已 当地里长就说 使用率会这么低 跟在地的民情习俗有关 对此区公所也不断地宣导 有需求的民众可以登记使用 别让市府的美意 最后却沦落成为文字馆了 以往北海岸的民众在办理殡葬事宜的时候 都只能够占用道路或者是舟车劳顿 跑到较远的基隆板桥等地区相当远 因此市府殡葬处在去年8月 于金山纳谷塔的地下一楼增设殡葬礼厅 不过据了解 目前的礼厅启用到现在将近有8个月 却只有使用一次 而里长说使用率会这么低 跟在地民情习俗有关 民众比较纯朴 比较注重一般的风暑习惯 第二点就是 因为崇德厅的话 如果说居民要使用的话 没有一致性 所以没有一致性就是缺乏 还要到基隆火化之后 再拿回来崇德厅这边 所以说居民的使用力不高 里长表示对于市府的美意 增设礼厅让民众方便相当感谢 不过在地乡亲对于传统的丧葬习俗 从公祭家祭到路塔 这一段都必须要用到送葬车队 但是现在的礼厅在地下室 距离路塔二三四楼太近了 加上服务员没有火葬场 让许多商家选择在家中设礼厅 对此居公所也只能多多宣导 那因为103年8月开始启用后 这个崇德厅也希望我们乡亲 如果有需要的话 来多多跟市公所 去公所 还有我们的这个福岩纳谷堂的同仁 来多多联系 欢迎各位乡亲来多多的利用 来节省您的一个开支 还有节省您的交通的一个不便 去公所对于崇德礼厅的设立 目前还是希望民众能够知道这个讯息 虽然到现在目前为止只有使用一次 不过以方便性来说 崇德礼厅还是可以解决 路边摄灵堂的传统方式 去公所也不断的宣导 有需求的民众可以登记使用 别让市府的美意沦落为文字馆 记者是段义 金三采访报道